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天使夜未眠,陪你倒入眠 我是你空中的好朋友,也是老朋友天天 你知道的,人呢,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 就会常常收到红色炸弹 或者说幸福炸弹 这个炸弹呢,来炸你的荷包 这个炸弹啊,就是喜帖 其实被炸的也蛮开心的啦 看到自己身旁的朋友们 一个一个步入礼堂 虽然有时候啊,一个月呢 哇,就收到三封红色炸弹啊 炸的我的荷包呢,哎呀 有一点心理堂血哦 但还是为他们开心 总归一句话呢,这个炸得不错 但是呢,勤务在炸第二次 一个人只限定炸第一次 你如果炸第二次的话呢 对不起哦,是我没办法参加 我们同学会的时候都会这样互相开玩笑啊 此生呢,只能够炸别人那一次 好,谈到婚礼哦 你去参加别人婚礼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感觉 对于基督徒来说呢 除了去喜宴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婚礼是很特别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结婚礼拜 在教堂或者说教会里面来举行 结婚礼拜是奉上帝的名举行的 因此新人是在上帝和众人面前 定下永远的婚约 许下一生的诺言成为夫妻 所以结婚礼拜对基督徒来说 有很特别的意义 那么结婚礼拜上面呢 也会有一些很感人的桥顿 比如说男女双方的誓言 还有谢清恩对自己的父母 所说的感谢的话 或者是唱诗歌的环节也很感人 今天的空中留言版呢 Apple就要来跟我们分享啊 最近啊,他又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哦 收到了红色炸弹 现在来听听他的分享吧 没错,又一场婚礼 荣森哥大婚 刚好记载了几个我最喜欢的婚礼时刻 一,新娘和新娘父亲 从红毯的另一端缓缓走近 牧师问 领着新娘出嫁的是谁 与毕 新娘爸爸将新娘的手交给新郎 这一幕 总让人心中有一些感受 第二 婚礼送词 通常在婚礼上 为新人念这段诵词的夫妻 和新人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很可能是美人 也很可能是新郎新娘生命当中重要的榜样 而婚姻送词也百百种 多半出自圣经对夫妻角色的一些提醒 当然还有大家耳熟能详 爱的诗篇 三 婚礼献诗 在新人一生一次的婚礼上献诗 啊,这不得了 除了诗歌本身 也能看得出献诗团体和这对夫妻的感情 有的诗歌温馨 有的意境深远 发人深省 也有的 带有一点点趣味 让整场婚礼活泼起来 总之 这个桥段我觉得很重要 不过因为是一个欢喜的日子 再多的错误和瑕疵 都会被高兴的气氛冲淡 心意最重要咯 第四 誓言 如果新人回答我愿意的音量 是一个重点的话 昨天的婚礼 是我参加过最厉害的婚礼了 新郎大声到把所有人都吓呆了 包含新娘 但在这个环节 如果彼此有自己写的誓言 往往能让在场的所有人 更多了解新人 昨天新娘讲的话 是第一位不看稿 还能讲得如此流利顺畅感动的 真好 第五 谢清恩 这个桥段因为通常感人肺腑 这对新人 把内容讲得实在幽默有趣 我只能说 上帝配的是最好的 恭喜恭喜咯 祝你们 婚姻 幸福 美满快乐 把我的手 把我的手 交给你 把我的心 交给你 从今以后 可我们不再分彼此 从今以后 我们同感共苦迈向前 有我的爱 有我的爱 围绕你 有我的手 拥抱你 从今以后 我们江河为夷 从今以后 我们遵守 主命奔天路 天父好刺 你给我 你是我 最疼爱 最疼爱的 天父好刺 你给我 你是我 最深爱 最深爱的 我是最幸运的人 因为我有你 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 因为我们有谁 这首是张鹏杰老师 所创作的 最幸福的一对 常常在结婚礼拜当中 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很浪漫 温馨 也很可爱 而且也让我们听见 上帝可以成为 男女双方呢 最重要 也是最棒的 合适老 第三者 或者说桥梁 能够帮助 夫妻一起同奔天路 一起走在这个 婚姻的道路上 即便会遇到 很多的困难 挑战 或者诱惑跟试探 但是上帝 可以在当中 保守两个人的关系 不知道 你是否已经 进入婚姻了呢 或者你有交往的对象 看望 在这条道路上面 我们都可以和另外一半 成为最幸福的一对 今天的节目就要聊到这里了 祝你平安喜乐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天赋好赞 天赋好赐 天赋好赐 你给我 你给我 是我最疼爱 最疼爱的 天赋好赐 天赋好赐 你给我 你给我 是我最深爱 最深爱的 我是最幸运的人 因为我有你 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 因为我们永生 天赋好赐 辰格 ди hooke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